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刚刚的这种方式呢 是通过Property属性来实现的 没错吧 我的问题是 我不加Property 能不能这个方法和这个方法直接用 我把这个地方换成十大的括号 把这个地方换成End的括号 请问行不行 是不是一模一样的用 那么在这两种使用的方法前列下 我为什么要选择这种 而不选择这些括号了 请问 戴的括号就有一个疑问 需不需要传餐 你说是不是 你打这了穿几个 你最重的体现 是不是你就要打开这个圆码 去我看里边的圆码呀 你说是吧 你就想啊 你就想这个 我把这个抹掉 它是普通函数 普通方法 我把这个抹掉普通方法 这个地方加括号 这个地方加括号 没错吧 你只要是掉方法 不就说的直白了 不就是像那个掉函数吗 掉函数我一直在强调 是不是一定要考虑一个问题 它有没有参数呀 人家万一有参数 你是不是得穿 没有参数 你得知道有没有 你是不是得打开圆码 你得看看吧 什么 我写上括号能掉 但是我得确定 需不需要传探数 所以说我得打开圆码 或者打开沃尔的文档 打开什么 我得查看查看 浪费时间 但是如果我要是 直接写上这个哥们 它就是一个属性 请问还需要写括号 不写括号 是不是就不需要知道 这个到底传几个探数了吧 你没发现个特点 对中咱们用起来 是不是更简单呀 其实这就是一个体现 就这么点 就这个东西 这叫probably 这叫probably 听清楚了吧 这我刚刚给大家问的这个问题 好 来一会儿